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維恩 本支影片介紹的長野一日遊 是我的家族旅遊長野上高地松本和口湖七日遊 行程的前兩天 實際上是1.5天啦 這系列會拆成三集 分開或合起來都是蠻合理的行程 大家可以自行排列組合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現在人在羽田機場 然後呢,我們要先到那個JR的服務中心 遊客服務中心 要去取我們今天已經預先預買的新幹線的票 就很簡單 出來之後在二樓往單軌電車的方向 這邊是單軌電車的檢票口 然後那邊有人排隊的就是取票的區域的 再經過了一陣小混亂 以及台灣站務人員耐心的解說 我們發現排隊是要領JR Pass的人 單純預訂了新幹線一般車票的人 只要憑購物票的QR Code 實體或手機都可以 再買票機器掃QR Code領票就可以啦 接著我們就搭乘單軌電車 從羽田機場搭到冰松町 再換車到東京車站 買了四個車站便當跟圓田宴咖啡 搭乘84分鐘的北路新幹線 輝き33 在下午4點16分抵達長野站 新幹線搬次很多 大家可以自行挑選適合的時間 長野車站是我個人滿喜歡的一個車站 因為它的車站造型我覺得設計得很漂亮 而且它的設施也還滿完整的 裡面它有基本的百貨啊 然後那個餐廳等等的也都滿多的 而且車站的周遭呢 一出來就有唐吉柯德拉 然後也有滿多飯店等等 是一個我覺得非常機能完整的 蠻大的車站 好我們這次住的飯店呢 就是這家Hotel Metropolitan Nakano 然後它基本上是 應該是JR相關的飯店 然後呢 它就在車站走路大概兩分鐘的地方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好那我們吃飯前先在 車站公購的Midori 稍微瞎逛一下 然後晚一點再去找飯來吃吧 吃個炸蝦天婦羅 它炸蝦炸的還算滿粗脆的 然後有附兩隻 我們現在吃飽了 要去唐吉柯德晃晃 我們灌完第一天的行程 回飯店囉 然後明天就會正式的展開 我們這次的長野松本跟河口之旅啦 大家明天見 掰掰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 然後我們現在在吃早餐 等下吃完早餐就要去租車囉 可是我剛拿了那個當地產的蘋果汁 還蠻好喝的 嗨大家早 現在吃完早餐了 然後可以看到我一樣在昨天的那個長野站的前面 那我們現在要去租車 因為今天的行程呢 是要一路從長野這邊開車到松本 然後那我們通常租車的地方 你車站都不會太遠 像我們等一下往這邊走 大概三四分鐘內就可以到租車的地方了 嗨 我們剛剛經過了一點千辛萬苦 然後還有那個中日英文交雜之後呢 終於租到車 那我們今天這次租了這一台 是那個Alpha Toyota的Alpha 因為我們這次有五個人 然後再加上八天份的行李 八天份的行李 所以比較大 那我們現在就要出發 好啦 前往今天的第一站善光寺囉 我們剛剛開車大概 五分鐘十分鐘 現在來到了善光寺 善光寺這邊是一個有1400年歷史長野地區 算必逛的景點之一 那因為我們停車場的位置 是在善光寺的就是 參道走到底的最後面 所以我們等一下應該會帶大家 從反方向 參拜的反方向 然後來逛逛 我們善光寺現在剛好在修善中 啊啊啊啊啊 啊 你覺得他幹嘛啊 你覺得像嗎 他還好 廁所怎麼樣 我們幫 我們幫 不要給我 錄一堆沒用 擋了 白木 好好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就是善光寺的本堂啦 看起來是不是真的歷史蠻悠久的 還有1400年的歷史 好 我們100塊丟進這裡面 然後呢 拿一束這個餡箱 在這邊點火 手會很燙 欸真的蠻燙 超燙 手真的很燙 好差不多就好了 好 好 然後接下來呢 你剛看旁邊的人是這樣 把這個 撥給自己 然後丟進去 就完成了 好 我們看一下 買了什麼 可愛拉拉玉手 有開運招服的 那你抽到什麼籤 抽到一個 集 貌似是說我 這個 即將遇到 博樂 準備轉職 穿了穿了 準備 準備轉職囉 耶 好 你剛抽的籤是什麼 我剛抽了 這個籤 是集 然後呢 看一下喔 我可以從這背後看 枯木逢春梨 啊 反正簡單來說呢 最後一句話最重要 就是呢 我會遇到貴人 之後會遇到貴人的意思 所以你現在已經是枯木就對了 再給你才是枯木 好 我剛抽了一個那個 善光寺 欸不是抽 你是買 好 我剛買了一個善光寺的御手 然後是 我老婆說這個 黃袍夾身 金光閃閃 所以這個今年 東橋已經會發 善光寺這邊啊 雖然是會在長野 但我覺得他的這個香火也蠻鼎盛的 我們今天算是一個 禮拜一的 上午到中午的時段 然後你看這邊 超多人在參拜 然後其實這邊的歐美 旅客也還蠻多的 這個是善光寺的山門 也是重要的古蹟之一 那如果大家想要參拜的話 這邊可以上去是要 另外再買門票 然後再買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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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光寺這邊的腹地還蠻大的 所以一路從 餐道走進來 然後到本堂 然後還有兩旁的商店等等 都蠻多的 然後也有一些不同的 古蹟等等 可以參觀 一進來會看到 第一個是 人王門 大家大概是在 1918年再見 目前看到 好 那我們逛完餐道 現在帶大家 從一般參拜的順序 走回去 首先就會經過 剛剛講的這個 人王門 然後這個是 哼哈二醬 然後這是我老婆 她很累 想要休息喝咖啡 冰咖啡 對 她應該平常 走路沒有到兩千步吧 大概一千步吧 我們決定要來 星巴克喝個飲料 學習一下啦 好吃嗎 不錯啊 就是蘋果派啊 卡斯塔的蘋果派啊 你的講評就這樣是不是 不錯 好 不錯 我們逛完善光寺 接下來要出發 先往戶名城社 我們剛剛大概開了 40分鐘左右 現在來到了 護影神社 中社的停車場 我們現在來到 護影神社的 中社囉 護影神社這邊 我覺得最棒就是 有很多天然景觀 像這邊有一顆超大神木 然後首先左邊先繞一圈 然後大家記得每次通過這個門的時候要敬禮 然後再來右邊一圈 然後左邊再一圈 然後就可以往神社參拜啦 好 繞完之後呢 這邊就是護影神社的 中社 中午來吃這個 這邊最有名的 蕎麥麵店 我們登記的名字是 MOMO 老闆一些手打的 SOPA 真的用蕎麥粉製作 我點的是 山藥的 冷的蕎麥麵 所以它這裡面有一個山藥的醬 跟看起來是蛋 生蛋 這邊就是 佐料 好 那我們就把 SOPA的醬 加一點進去這裡面 再把佐料倒進去 哇 吃飽了啊 剛剛這家蕎麥麵啊 它的塔貝露窟上面有3.76分 而且是2022的蕎麥麵的百名店 然後我們吃了一隻都覺得 比昨天晚上的那個市區的 可能連鎖的店家好吃非常多 第一個就是它的蕎麥麵的那個軟硬度很適中 吃下去就是不會覺得太硬或太Q 然後當然也會有那個蕎麥的香味嘛 很清爽 然後再來呢就是我們剛剛點的那個山藥 然後再加上蛋黃 它吃起來就是很 我不會講不太會形容 可是就是它不是很重口味 但是你吃起來就是覺得非常的順口 可能就是一點淡淡的甜味跟香味 真的還蠻好吃的 然後它的那個炸椰菜的天婦羅 吃起來也很脆也很清爽 那我覺得整體來講就是一個 雖然感覺很清爽 但是吃了會覺得還蠻好吃的一餐 我們剛剛從那個棕色那邊 開車大概5分鐘 現在到了澳社的停車場 那澳社這邊我已經來過一次了 我那次是真的有爬到最小的點 請看VCR 東橋爬過最高的神社 最遠最累的神社 東京爬著橋 耶!我們終於抵達了 抵達這個雖然看起來不是很華麗 但是卻非常一一的神社 然後看我的眼鏡都起霧了 這邊就是前往澳社的路啦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是一個非常的 親手拿來的感覺 好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到澳社的入口大鳥居啦 好我們接下來就開始帶大家參觀一下囉 那我們現在就在澳社參道口的大鳥居這邊 大概要走15分鐘 會到我們今天想要走的目的地 隨神門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兩旁有山並木的參道啦 經過這個門之後呢 就會到山並木的參道啦 這個澳社參道的山樹啊 大概種了400年了 我們剛剛已經在這個澳社山並木的參道這邊啊 簡單的拍完照 那因為在往澳社走的話 還要再來回可能要快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今天因為行程安排的關係呢 接下來就要開車前往松本啦 好我們剛剛爬完了一半 不大一半的澳社 然後現在下來這邊有一個 我們賣Soft Cream的 我們點的這個是Mix 吃吧 我吃嗎 對沒有Red就吃吧 很吵 很吵 很草莓嗎 我們今天住的這家飯店啊 還蠻酷的 他一進來這邊就全部都要換成 就是拖鞋子 因為他全部都是榻榻米 他整個餐廳設計的都還蠻日式 十秒開箱 今晚房間 滿連續兩天都住在車站旁邊 我們剛剛大概開了兩個小時左右的車 然後 Check-in到了松本車站旁邊的一家飯店 然後飯店名字如下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去松本車站那邊吃一個燒肉 然後看看有沒有位子啦 好 那我們今天會選擇到松本 是因為我們明天呢 要在松本搭巴士到上高地 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出來 松本是一個 寧靜的小城市的感覺 松本有U-bike 而且是電動的喔 晚上來吃韓國料理 南山亭 最邊邊的人看起來最胖 特選後切牛舌 特選牛排 梅納反應喔 牛排 嗯 嗯 好吃 啊 吃了好飽喔 我們吃完晚餐囉 剛剛點的那個牛肉我覺得還算不錯 然後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那個牛排 因為我覺得牛排 整個梅納反應掌握得很好 然後那個外酥內嫩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步行到松本車站去 看一下就是明天 要坐的巴士 然後還有車子的那個購票處 夜晚的松本車站 好 看來 鼻子 閉嘴 notabl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